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送走大批的游客后 澎湖本地的居民 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 我真的相当好奇 澎湖65岁以上的老人 大概一万五千多人 在前回来讲 他目前大概站是排名第三 以老人人口比例来讲 但是因为澎湖很多年轻人 是外流到台湾去工作 所以实际上老人人口比例更多 毒基老人非常多 在澎湖的话 我们很多毒基老人 孩子们都可能到台湾去工作居住 甚至组成家庭 其实现在的子女们 已经不是真正 可以就是照顾的提供者 那所以呢 这一块就变成说 还蛮需要我们服务员 介入去提供照顾的 大姐你好 大姐她叫做万全姐 然后她是一个居家照顾服务员 那到底什么是居家照顾呢 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等一下就跟大家一起去看看 好的 加油 万全姐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住民 从事居家照顾服务员的工作 已经快要13年了 她是服务单位里最自身 最有经验的居服务员 老板 你好 我们来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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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脱鞋子吗 不要 不要 OK 所以这是她的房间吗 对 OK 阿坚 阿坚 你好 我是阿祖 阿祖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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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点饭 吃饭 来来来来 吃饭她洗澡 阿坚 好 来 阿姨 好 肚子做一口味 好 OK 出来了 要咬一咬就吞 吃完洗头洗澡 居家照顾服务员 它其实就是在协助一些 湿的脑人 还有及身心障碍者的一个照顾人力 平常妈妈很辛苦 她几乎是一天三餐 对不对 如果我们减少一餐 那她那一餐比较轻松一点 是不是这样 对啊 阿坚的爸爸妈妈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吗 对对对 阿坚 来 阿姨 来 阿姨 好 家里没有这种原因是没有帮我体会 对 你们家有吗 我们家 你别讲我们家 这样我就拍不下去了 真的喔 对对对 辛苦了 阿姨 好 拍一拍 对 要好睡吗 阿姨要好睡吗 不用不用 冲下去要冲下去 那除了吃饭的部分之外还要做哪些 洗头洗澡啊 对 在房间整理整理这样子 居家服务员就是收的范围也是蛮多样化的 独肌老人他一个礼拜我们大概去一两次的话 你就要带他去走一走 不过人整天都带在家里也是不好 就会闷 对对对 会没有动 所以说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有些老人家我们是去帮他打扫 居家服务主要包含两大类 一个是身体照顾 那像是有洗头啊 更衣啊 然后还有喂食啊 那还有另外一大类是家务 比如说有些老人家行动不方便 我们可能要帮他带购物品 或是跑到医院去带领药物 还有他的整个活动的范围 帮他做一个简单的打扫工作 当初你 来阿姨来 你为什么会想要投入这样的工作呢 哎呀我们是 我们一开始就是那个受性嘛 去伤这个过程嘛 那觉得这种小孩啊 不方便的人 是真的我们也 蛮愿意去做 因为你看到他们的家人 都很辛苦在照顾这种小孩 好 那你刚开始的时候 这不试音的是什么 因为我是广东语嘛 我过来的时候就是 语言有点不太 不同啊 对对对 其实你要讲台语才对对不对 是 你的案子应该大部分 都是要讲台语 都会啊 现在都会台语耶 对 其实不容易 我们都会觉得最难的地方 可能是在照顾方面呢 教我做这个工作 我可能要适应的 也许比你还多 工作做起来是蛮顺的 就是讲话 你是最清楚的啊 没有啦才没有啦 其实我感觉出来 阿坚也是很信任你的 是不是 对啊 别因为饭是不吃的喔 吃了我饭饭都得吃喔 万全姐怎么样啊 你看你看 不错喔 我们过来这边 要融入这个社会 然后我们就是工作 要跟人家互动 不能都待在家里面 不行 可以帮家里面多少补贴 不是说为了赚钱也赚钱 人家需要帮忙 我们帮忙 是很好的 最开心的地方在 就很有成就感 怎么说 做一样的事情 做得蛮好的 人家都给你说 黑肉 人家说黑肉 像你做这个工作这么多年 看到像这些案子 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比如说洗澡洗头 这些做完 我们还是跟安祖的 爸爸妈妈聊聊天 这样子 所以其实重点 当然是阿坚 但是他爸爸妈妈 也是一个重点之一 当然 好来 阿坚来 好来 嗯 对安家不管是家属 或是个安自己本身 不是单纯的是聚家照顾服务员 已经是一种亲人的角色了 像陪伴聊天 情绪安抚这些 对这都是真正可以 满足这些案族的 心理上的需求 现在要做什么呢 帮他洗头啊 帮他洗头啊 对啊 头已经洗好了 看着万全姐 熟练的帮阿坚 喂饭和洗头 我真的觉得 居服务员这个工作 很不容易 不仅要有技巧 更要有爱心和通力心 对啊 我很久没有用吹风机了 很难得 对 我要耗我一点吗 哇 我有看到微微的笑 因为他没有办法讲话 哇 我有看到微微的笑 眼睛是闭起来的 他就是熟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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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由虾往上 这样会出来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他那个弹就可以拍出来 拍把他那个弹拍出来 这样比较轻松 对 lies 我看到我的东西 其实我看你这样子帮他 帮他帮他帮些 也是需要体力的 当然啊 要有爱心 还有耐力 还有体力 爱心最重要 那个爱心哦 真的真的 而且还要开心 我们做的也很开心 其实我看你愿意做 你也等于是 你愿意帮助别人 你自己也有受到 我们可以做 我们有这个体力做 帮助别人 他快乐我们很快乐 好开心啊 有吗 有效吗 这个是美式按摩 这样好不好 很好 随着少子化的情形 越来越严重 以及国民平均寿命的延长 老年人口的比例攀上高峰 有关长期照顾的观念 推广是不能逃避的议题 需要政府和民间相互合作 我们单位是从92年开始成立的 那我们从事这个居家府 已经有14年 我们目前协会的新住民总共有四位 最早的话就是像万全大姐 她是最早投入的 大概近三四年 对 都有陆陆续续 后面都有几位新住民的姐妹 一起来加入这个行列 基家照顾的部分 我们希望说这些长者能够在在地的老化 我们每一年都会举办一到两场的 基家服务员的一个培训 每一年大概至少培训的五六十位的基服员 那另外针对这些限职的这些基务员 我们也每一年有在职的训练 这次是来澎湖帮那个照顾服务员之前训练上课 女生应该会担当作家事 开店的厨师把门是什么 都是男生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课程的话含瓜蛮大的部分 我上的部分的话 比如说像性别平等 人际关系跟沟通技巧 还有求职面试的技巧这些 它应该是不管在哪一个 职续局开办的课程里面 都有含瓜在里面 所谓刻板一下 就是觉得男生应该怎么样 女生应该是怎么样 再来我们看右边上面 女生就是按摩脚给你 服务员本身他觉得说 今天我是女生 那我就只希望服务女性案主 服务男性案主他就会有排斥 对 可是其实需要协助的长辈这么多 其实没有办法说一一让你挑说 你想要服务什么样的案子 然后不想要服务什么样的案子 对 所以我们希望可能会透过这些课程 让他们知道不管说是男生或女生 那其实在我们有需要协助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要去协助他们 这样子 因为我是发现我太太她是外配嘛 她很有学习的精神 所以我就跟她提说 有这个居家照顾服务这个课程 学习一些照顾老人的知识跟技能 她除了可以照顾我们自己的亲人 还可以服务在地的老者长辈 所以我才陪伴她一起来上 然后再来就是女性 在居家照顾服务员的课程中 我发现了来自中国大陆广西的新住民马玉兰 她和身旁的丈夫任光国在2004年结婚 交到了澎湖的二级领导望安 展开长期照顾婆婆的生活 这也是她来上课的主要动机 就是想说未来因为我们都一老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身边的那个亲人都需要照顾 所以就想说如果学了这个课程的话 可以能够帮助他们 在这场中说 什么会做会跟他人相处的方式 从这边上课之中 我学到很多实用的技能 像一些残障的老人的 我们要怎么样帮忙他们 解决行动不变的问题 我们来讲很简单 但是其实对这些老人来讲 他们是非常困难 所以能够获得一些 平常学不到的实用的技能 最大的收获 那再来就是对一些老人的观念 因为一般人比较不愿意去接触 来上这个课的我发现男孩子很少 比例是二十分之一的 我觉得是要慢慢能够改变的一个方向 你是不是一个女的说 像服装设计师 我太太 以照顾妈妈为主 因为妈妈就有一点老人失智了 给她很大的压力 那一直到去年 妈妈发生意外跌倒之后 才发现我们这方面的知识技能很缺乏 连怎么翻身都不会 那姐姐照顾人辛苦 那她也想说她愿意把工作辞掉 如果这个她学会之后 她要去照顾妈妈 所以我也蛮感动 然后愿意融入我们这个家庭 玉兰和任大哥是透过在中国大陆的姐姐 介绍而认识的 交往半年后结婚 玉兰事先并不知道家里有生病的婆婆需要照顾 加上不适应环境 玉兰一来就后悔了 但她还是秉持着媳妇的本分 无畏不至地关心婆婆 当初来讲说叫我不要上班 然后陪她妈妈这样子 然后我帮她煮饭洗衣 那时候是做了那个 生命冷气公司的经理 还有配宿舍 那我就想办法把她骗过来 就是 你知道她怎么骗的 她说我有三栋房产 一栋在马公 一栋在石泉 一栋在茂乡 到后来的话 我来这里之后 她说那个泉是我妈妈的 我妈妈的就是我 如今婆婆没有同住 玉兰和任大哥有了更多时间 去思考要做的工作 他们决定开一间家乡味小吃店 其实她刚来的时候不太适应了 她也没有实际上来过 她也上网去查我们这个地方的情况 后来才知道说是驾到二级里头 因为我那时候钓到那边 她一来一看 好 那个还要坐船 所以落差是很乏的 她这些她都不告诉我 你知道吗 那时候已经订婚了 她不来也要来 澎湖叫纹石 一般的石头都差不多一种颜色吧 她这根石头就是每一颗都不一样 如果你要找一个相同的很难 我参加冯湖县石头会之后 那里面就会有一些朋友 可以在一起跟他们学一些东西 他们那些大哥大姐都会教 没有我是看她石头的 她原本的造型把它修出来 就是自然的 我觉得好像又狗头又 因为这边是她的嘴巴 这边是眼睛 有没有看出来啊 就想说赶快把她坐出来 看到漂不漂亮 完了之后就送了一些好朋友啊这样 看到那个朋友 他们拿到就很开心了这样 自己就感觉有点成就感 旺安是淳朴的小岛 岛上的生活规律简单 玉兰刚来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能做什么 后来她意外发现纹石 才找到兴趣喜欢上澎湖 心情就是 有刚开始比较低落一点 然后后面就是认识一些姐妹 就开始慢慢走出来了 外周其实她内纲 其实她很多她都能够默默忍受 是看不太出来 我是觉得对她有点委屈 就是来这边 她那个 这个转换她的工作 然后愿意从事一些劳务的工作 她也乐在其中 其实她也做得很快乐 另外一天要不要疫苗 差不多要疫苗了 地瓜也准备要收 收完再种冰花 这个要不要采 生菜先留着 2006我就钓到马公 有一天我婆婆讲说 它有一块地 开始的话是我们两个 就种一些菜什么的 这个八生菜 你看我教你怎么用 这个主干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 那它还会再长 侧芽它也会再长起来 八生菜是全年的 在巴西的品种 种这个菜就是可以提供那些饭店 做他们的菜肴 那冬天的一些新人 结婚 喜庆 宴会 就是做他们的拼盘 那这个花开花之后 它会有种子 那种子留起来 继续播种 上面它叶子可以吃 然后它那个梗 经过三四年以后 它可以做那个中药菜 这个 由于澎湖是里岛 居民在生活上 必须更懂得自给自主 在菜园里 种植八生菜 不仅可以供应澎湖餐厅的需要 还能让玉兰的家庭 多一笔收入 达到双重目标 我们刚开始就两个人一起 父亲两个在种 然后就很多周边的 那些邻居来看 然后后来就是刚好碰到一个 规划 就是仙政府规划的一个 规划课 然后上来之后 就把这边规划成这样子 主要就是社区 居民提供土地 配合仙政府 我们推广 那个无农药的 食农教育 生态环保教育 然后就成立了澎湖 第一个开心农场 马公市市区的居民 他都可以有这个资格来任养 那以社区为优先 这边有靠花了 南瓜 你看这个 这个是一种中草药 中草药吗 对 那是我们那个开心农场 这边的那个农友 他们很认真 几乎天天都来 它是一个月一百块 一百块包含水费 第一就等于说 它是希望大家共襄盛举 来做一个社区这样子 那你这个根 土要把它 再弄下来 多一点 我们去年刚种 它退休以后 我们才来任养地 去年秋葵也长得不错 今天有几粒 今天有三粒 三粒而已 我们以前都认为说 种东西就是 种子撒下去 它就会自己长 对不对 结果完全不是这样 好难啊 难在你看今天下雨 不然的话就是干旱 我们澎湖以前 两三年不下雨 这是正常的 风很大 挡风啊 那你们看 把土往上一堆有没有 或者是利用它这边的地形关系 来挡住风 在开心农场里 我陆陆续续看到一些居民来 他们在田地里 种了各式各样的蔬菜 农友们还会彼此交换种菜心得 这就是所谓的 以农会友吧 请你吃 苹果安尼喂 要不要煮给你吃 哇这个可以吃吗 不能啊 那就不用了 这个声音 这样子拔开来的时候 就好清脆啊 漂亮 來啦啦啦 哈囉 芋蘭 安祖 你好 你好 你在做什麼 我在採地瓜葉 喔 地瓜葉 對啊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採啊 好啊 好啊 找一隻 它的葉子全是綠色的 你說綠色的不是都 全部都是綠色的嗎 沒有啊 它有些是黃色的 黃色的就不能剪 像這個嗎 對 像這個黃色的就不要剪 OK 讓它去做肥料就好了 這樣 嗯 漂亮 漂亮 等一下我要吃你 好啊 地瓜葉 它很好養嗎 在澎湖比較不會下雨 沒有雨水的話 它也可以生長 可以一年刺激 種它就可以了 喔 一年刺激喔 嗯 有蝸泥味 要不要煮給你吃啊 哇 這個可以吃嗎 不能啦 哈哈 那就不用了 哈哈哈哈 可是看到它就知道 可以吃得很安心啊 對 對 對 它敢吃的話 我們就可以敢吃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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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會沒有農藥啊 這些小動物都喜歡爬的 在菜上面 你看健康的菜才會有這麼多的蝸泥 好 你們兩個好好聊天喔 可是你真的不太像是 小時候就有種過田的 我們家有種啊 可是我很少種 然後是嫁給我老公之後 我老公他喜歡種 然後我就跟他一起這樣種下去 像你們的菜這麼漂亮 一定也有老鼠之類的 對啊 有有蟲蟻 還有蚊子 哇 那你看到這些 你會不會覺得不習慣 或是嚇到什麼的 因為我不習慣喔 然後就忍耐啊 真的 愛情真偉大 像你這樣子 你跟你老公 一起來這邊的話 他跟我老公做貝殼畫啦 還有石頭 玩石頭 不管是誰想做什麼 就對方會跟著 對 都會一起去就對了 其實重點也是一起做啦 對啊 就是有一個興趣吧 嗯 然後也有伴啊 對 對 對 雖然很累 然後熱 然後蚊子多 但是你聽到這個聲音 這個菜的聲音 對啊 然後剪下來 然後等一下可以吃 就會覺得 好貼近土地的感覺 對啊 就比較近啦 嗯 不會就想別的東西 對啊 然後時間又過得很快 好像都市人特別需要 這樣子的一個 對啊 一個機會 好紓壓喔 就等一下就想說 啊 把它洗一洗 煮一煮 就可以吃了 我剛才在看 玉蘭在採那個地瓜葉 我突然覺得 其實地瓜葉是一個 很台灣的一個蔬菜 他出生的那個地方 在蘭州那邊 他們完全沒有地瓜葉 所以其實這個動作 一定是他來到台灣之後 一定才有可能 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 每次看到一個新住民 他已經融入這個環境 會滿佩服的 是覺得滿感動的 你看 你可以專業一點嗎 除了可以到 開心農場租地種植之外 農場的空間 還會進行戶外教學 在這裡 學員們可以學到 製作手工饅頭 還有機會當一日農夫 那我們就是 一折 它就下來了 就開了 你看這個 有沒有 好像可以馬上吃了 你怎麼可以有辦法 種得這麼漂亮呢 種玉米就是 它的植栽的距離很重要 四十公分左右 四十公分 OK 這樣子它可以吸收 更多的那個什麼 維他命是有 對 它的生長的空間 就不會受限制 OK 其實在美國你要吃這樣的玉米 吃不到 像美國都是用一樣 一模一樣的黃色的 然後甜度是一樣的 黃色的 這樣有點無趣 台灣到某一個地方 就有一種玉米可以吃 我一直以為 美國就是大的玉米國家 結果來到台灣就發現 其實比較有趣的玉米在這裡了 這很重要 要多樣化 對 你們是第一次來採玉米嗎 對 我也是 我也是都市的小孩 是第一次 對啊 澎湖這裡的風很大 那菜會不會受影響呢 所以我們用這個勞骨牆 這個就是勞骨牆 對 要堆大概兩米高 這個防風 這個可以耐 時間很長 大概兩百年以上 沒問題 兩百年以上 對 兩百年了 這以前外公一顆一顆 從海邊搬上 哇 特有的景觀 而且是有用途的景觀 是 這樣很棒 因為在澎湖要種菜 真的很困難 澎湖的東北季風很強 種植的成本很高 它必須要有防風的圍籬 這些擋風的石牆 就是澎湖有名的菜宅 可以保護田地裡的蔬果 尤其是在冬天的時候 讓東北季風無從破壞農作物 我看有很多螞蟻 所以牠們也覺得好吃 對 這個好 這個聲音 這樣子拔開來的時候 就好清脆 漂亮 這樣 來… 來… 不管是採玉米 還是拔地瓜葉 只要來到這裡 就可以享受採收的樂趣 但是開心農場裡 還有更多有趣的體驗 哇 有沒有看到這個罩 很復古 而且很大 超大的 我們來到這個開心農場的時候 我們不只是學會 種菜 還有拔菜的樂趣 我們還可以學會 就是這種古時候 阿公阿嬤在炒菜的這種過程 那我今天到阿公阿嬤 沒有啦 很年輕的阿嬤 好啦 那我們來炒個菜吧 好啦 我先開始 好 哇 哇 這是我們剛才採的那個地瓜葉 對呀 對呀 哇哇哇哇哇 你怎麼學會炒這個地瓜葉呢 我是來這邊阿公阿嬤教的 是喔 對呀 有時候的婆婆會夾我 婆婆也會夾 對呀 放一點鹽就好了 放一點鹽巴 嗯 在蘭州你們炒菜完全不一樣了 嗯 對呀 那就是沒有這個菜 嗯 那你用這樣子這麼大的鍋子 你會不會更費力呢 習慣就好了 習慣就好了 我看你本人柔柔的 但是你做菜的樣子就很豪邁 對呀 還蠻man的 哈哈哈哈 你像大廚啊 大廚 哈哈哈哈 這個就好了 有沒有看到 漂亮一盤地瓜葉 嗯 讚 讚 很脆 你們都蠻幸福的 天天都可以吃好料啊 天天都可以吃到地瓜葉 那像你們這邊農場這麼大啊 如果菜很多 有豐收的時候 吃不完 怎麼辦呢 大部分呢 送給親戚的朋友 嗯 那有的時候 送給社區 社區有獨居老人 做餐食 哦 讚很棒耶 愛也穿出去了 有點像這種精神啊 好東西跟好朋友分享 在未來有沒有什麼 計畫 或是還想要做的事情呢 對於農場未來的規劃 澎湖縣那個獨居老人 也蠻多 服務現在的老人 就是服務未來的自己嘛 嗯 共耕共食啊 讓這些老人 可以走出戶外 活得很健康 又很有尊嚴 嗯 讓他們動一動 我們都市的老人家 也可以來鄉下 或是來到澎湖 然後就是 也是可以更貼近土地 親手在開心農場裡採收 我能體會到農夫們 種植的辛苦 對於眼前的食物 真的要更珍惜 更尊重 而任大哥和玉蘭 一起規劃的共享共食 就好像是禮季淋韻篇裡 所纏述的大同思想 讓長者可以在這片土地上 無憂地安享晚年 上 下 上 這樣子感覺好像是 跟自己身體的一種對話 就好像安祖你的身體 你最近好嗎 哈哈哈哈 在澎湖的照顧服務中 除了居家照顧這個項目之外 對於獨居長輩也提供 道府送餐的服務 讓他們不用煩惱 三餐的準備 大概送餐志工應該有五年了 一個朋友介紹說 需要志工服務 那時候覺得自己還沒有工作 覺得自己有這個時間 所以說就過來試試看 我們送餐時間大概都是10點半 到11點以內 我們要把餐食送到老人的手上 我們的獨居老人非常多 那我們針對前線 這些獨居老人 每天送兩餐 一年365天只休 圈節四天 整個300多天 我們就早晚各送一餐 然後藉由這個送餐的志工 每天送餐的時候 到家裡給他仿視 他那些雞家的安全 伯伯 伯伯 身體太用了嗎 沒有 沒有 沒沒就好 對 對 老婆人 沒有朋友 身體健康最重要 今天晚上在送 都是我在送 我沒辦法 因為我叫你 你都在裡面睡覺 好 那我們先走了 你要休息 好 不好意思 豆腐送餐 不僅可以讓長輩們 三餐溫飽 更重要的是 他們每天都有固定時間 和送餐志工互動對話 這對於一些子女不在身邊的 獨居長輩們 更是具有意義 最困難的時候是 記不住路線 我們大概三個月會換一次路線 會跟好幾天 然後跟完之後 自己再多花一點時間 自己再重跑一趟 有時候老人他可能 初一十五他吃素 或者說有些他可能會 會有一點要求我不要湯 或者我要湯 或者飯多一點 或者飯少一點 這個我們都要記住 當你送到老人家裡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們真的很需要 惹人陪伴 雖然說我們的時間都很短暫 送到他家裡面 也許你不用跟他多講幾句 也許你只要問候他一句 阿伯 阿姆 你今天好嗎 當他們聽到這一句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們就會很開心 阿姆 昨天去青梅了 沒有 真的嗎 對啊 對啊 這兩天都會來 對啊 今天就來 好 再見 每天見他 如果沒來我的思念有 真的 那我每天都來 對啊 如果沒來我的思念有 因為覺得他們總有一個期望說 我明天又可以看到他了 明天就是說你會覺得他們在等待 時間可以 我自己覺得我還有這個能力 我就希望我自己能夠繼續堅持下去 看到熱心的村梅 很難想像他剛來台灣的時候 都不敢走出家門 而讓他重拾自信 融入台灣生活的契機 就是遇見肚皮舞 肚皮往下 肚皮往坐 膝蓋的 衝動你的腳尖 來 吸氣 收起你的肚子 這個時候你的眼睛看著你的肚臍 但是你的手 以直線的方式在前方 你手 村梅努力學習 從不懂舞蹈的門外漢 變成專業的肚皮舞老師 她接受澎湖縣政府的聘請 教導民眾免費學習肚皮舞 來 教一切一後 一切一後 一切一後 村梅老師正在教肚皮舞課 我看男生也在學 可是男生學肚皮舞不會很奇怪 我不管 一起 一起 一起來的眼睛 大家來囉 嗨 來囉 準備囉 胸部 往下 來 跳往後面走 來 登 登 登 一 二 三 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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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胯 一 二 三 四 登 登 登 一 二 三 四 手抬起來 登 登 登 再來一次 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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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中間 加上學名 一 二 這些上課 這些現名都可以來參加 對不對 那這樣子程度很不一樣的話 老師會不會覺得很頭痛 對於說已經有一點基礎的來說 可能我就會比較不好意思 只要講到一個動作 他們就馬上就會了 但對於初學者來說 他一定有壓力 有 這個我可以肯定的說有 雙手往下 將後 壓上 折腰 對 把肚子動起來 這一次參與的杜比武課程 是澎湖縣政府勞工局主辦的 因為澎湖屬於高齡縣市 當地政府希望民眾長壽又健康 所以透過免費的課程 鼓勵居民出來跳舞 運動健身 今天在上課的時候 我覺得好開心 因為我覺得身體 當然就是有一些地方會 跳得有點硬邦邦的 但是這樣子感覺好像是 跟自己身體的一種對話 後飛 二 好 上 下 就好像可以了解 安祖你的身體 你最近好嗎 這樣 我常這樣跟我的學員講 唯有肚皮舞 我說跟你們的那些舞蹈 完全不大一樣的是什麼 你要跟你從來不運動的肌肉去講話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其實講簡單的肚皮舞動作不多 做的部分 都是集中在大家平常跳有氧 或者是跳其他舞蹈 你們很少動到的部位 我要的是 就是力量 不是你那一瞬間的力量要給我定住 而不是這個姿勢給我做 我用的是 要把它hold住 像我們剛剛上課的時候 我發現我們這一班只有我跟另外一個男生 跳肚皮舞的話 男生跟女生跳會不會是有不同的跳法 有 跳硬度的肚皮舞 它本身就有男生的動作 OK 所以這個不是老師自己加進去的 那個本來就在裡頭了 現在編舞都是融合風 就是說你要講究傳統 對於我們學員 剛入門的學員來講說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他們講的是力量速度 柔軟度 男生肚子做舌腰的時候 滾肚的時候 對 那個就是要講究柔軟度 你們男生也要做到 那個很難 我喜歡你講這個融合風 就是各種各式各樣的 就是不同的跳舞的方式可以拉在一起 就有點像我們新住民 都可以融合在台灣社會一樣 對 好像不同的因素 就會變成整個社區是更多元對不對 對 像你在跳舞的時候 你都在想一些什麼 我在舞台上我很快樂 我只是把這個跳舞的快樂 我想分享給更多的人 我想感染他們 我想讓他們也變得更快樂 因為我嫁到這裡來 我也受很多人的照顧跟關心跟關懷 就是說我想做個回饋 為了感謝澎湖給予的認同 春梅選擇以自身專長來回饋鄉林 她時常進行免費的舞蹈教學活動 對於每一個來上課的學生 總是十分用心的指導 據我所知 她甚至還去教長輩們做健身操呢 我現在是在澎湖社區大學 還有一個是在社會處舉辦的一個 老公休閒娛樂 還有一個是我在那個樂林 來 隨意子 隨意子 樂林教一些年長的長者 讓他們做一下一些膝蓋保健 或簡單的運動場 其實在澎湖逐漸慢慢地面臨老化 所以說我們就希望說 都能鼓勵說大家都要出來運動 其實運動對預防老人痴呆症 是很有效的 1 2 3 4 5 6 7 我擔任社區大學校長的時候 那有一次成果發表後 我就看到春梅跳舞 我就說以後如果我們要再征班的話 可能就要找他來擔任老師 因為事實上校長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幫我們去大學找到好的師資 所以我隨時隨地都在行行秘密 我覺得春梅在跳舞的時候 看不出他舞蹈的降氣 我只發覺這個女孩子 在做他喜歡做的事情 整個美 所以我覺得他可以把這個舞蹈 分享給別人 我說校長我可能還不行 他說你只要相信自己 你就可以 其實這句話鼓勵我一輩子的 就這樣子就進入了社大 開始了我度平舞教學的 開始到一直到現在 我配他當老師遭受到很多的質疑 因為很多質疑就是說 他可能沒有舞蹈的專業 那很不錯的就是春梅老師都刻骨了 我覺得春梅老師實在很厲害 他大概利用一年的時間 就到台灣去拿到肚皮膚老師的證照 然後他還拿到全國的新住民肚皮膚比賽冠軍 所以人家對他的質疑馬上就淹消散了 其實我覺得我能夠在舞蹈上方面 能夠這樣持續走 最大的原因是來自於我老公 因為他一直在背後默默支持我 當我要做成果站 我說老公這衣服太露了 我不敢穿 然後我老公他就看著我 看著那個舞獄說 你如果把他當成一個藝術 那你就穿上他 你如果覺得他不是一個藝術 那你就跟你老師講 說你就不要跳了 所以說那時候我覺得改變了我的心態 一 打二 三 四 一 二 春梅老師非常的精進 不會你問他 他就是教導你會 不會說時間到了前零就走的人 他真的不錯 其實主要還是健身 我本來很圓 那現在稍微有點瘦了 因為女兒愛美嘛 大家都說你為什麼瘦了 然後我就會跟他們分享說 因為我現在在跳肚皮舞 然後我也變得比較有自信 人就是因為你出來 然後認識很多人 然後你的表演讓人家讚賞 你自己就會有自信 所以他現在樓下有幾個是我的同事 像四二大堂的課程 你看春梅老師的班 也是都擠不下去 因為他有一個非常好的特色 就是他不常識 他自己知道的東西 他全部交給你 這裡是一 這裡是二 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的時候 七 八 加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重點贊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比剛才好很多 今天是一個廟裡的活動 只要是有活動都會去參加 好 我們要跟你們一起去參加 我們歌舞藝能的表演廳 今天帶來為我們帶來現代舞的表演 我們掌聲再歡迎一下好不好 謝謝 謝謝 春梅和學員之間的好感情 不僅激發了大家學舞的熱情 更帶領姐妹們組成了歌舞藝能舞蹈團 接受各個單位的邀請 表演各種舞蹈 在澎湖地區很受歡迎 而春梅精湛的舞技 更是讓觀眾拍手叫好 認識我先生的時候 那時候我剛好做導遊 所以說他剛好第一次去玩 然後就把我帶過來了 然後來的時候 哇 風好大 我們那邊最多就是微風 所以吹在臉上是很舒服的 可是來到這裡然後被吹是被吹著跑的 所以說唯一讓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下飛機那一刻 站不穩 被風吹著跑 杜皮膚改變了我整個人生 改變了讓我變得更快樂 變得讓我覺得跟大家相處起來 其實沒有所謂的你是屬於哪裡人 再嫁過來三年內 你都是可以365天不出門的那一種 畢竟你來的是這個地方 是一個你完全不熟悉 走出去的時候 怕說不被接受 我想說這應該是我們 嫁過來很多外籍先娘說 心裡面都有的一個陰影在 當小孩子慢慢長大的時候 因為你在這裡沒有朋友 你不走出去人家不認識你 而你如果永遠待在這裡面 我發現那時候我應該會有一點憂鬱症 想出去找一份工作 我記得我找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民宿裡面 幫人家打掃 然後那時候自己想說 也許自己在那邊當導遊來到這裡是 你來到這裡就是什麼都不是 從小是被父母從大的 不會拿著一個馬桶刷去幫人家刷馬桶 我想找一個可以自己釋放自己的壓力 所以我就選擇了舞蹈 可是當你放下聖誕的時候你做了 發現說有很多事情是你能夠自己去 慢慢成長的 從舞蹈接觸下來 我覺得其實很多都是我們自己 要敞開心 你把你的心打開 別人才能夠進得來 也是算是無心插流吧 自己走到這個舞蹈世界裡面 現在也有一批屬於自己的學員 跟他們在一起 我覺得學到的更多的時候是 來到這裡也並不孤單的 在澎湖這個海島上 我感受到人與人之間互相幫忙 每個人貢獻自己的一點小力量 創造出和樂共享的生活 在澎湖養老我覺得挺不錯的 不管政府還是民間 都積極的推動居家照顧服務 搶風之下 人們的善良 讓澎湖綻放出 獨特的美麗和溫柔 地人物 在澎湖中 暴風光 海洋 中